请你认识一下 我叫尹思辰 我是顾兮兮 您好 顾兮兮小姐 说吧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我需要一个得到 Alex赏识的人 做我的女伴 寻此而已 你刚才在Alex面前 赢得了这个机会 所以说Alex是动漫迷这个事情 你也是故意透露给我的 只要你配合我 我保证不会说出去 真无耻 考虑清楚了吗 顾兮兮小姐 准备答应我了吗 非常感谢你们的负责 但你们的行为 让我很生气 我们走吧 等等 管住我 你 不 你要干吗 你还缺一样东西 给头 再说 你不用知道 原来顾小姐 是尹先生的主干 难怪顾小姐 不方便当着大家说 我今天晚上没有看见你 以为你没有来 怎么会呢 我摸完帽 还是很希望 和艾里克斯先生合作 您的邀请我当然得到 顾小姐 你怎么会有这个项链 这是我送给他的 年前去西班牙 偶然见一个拍卖会上碰到的 当时见到这条项链的时候 就觉得特别适合西西 于是就立刻拍下来送给他 没想到这个项链 会到顾小姐这里 这个项链有什么故事吗 我的妻子 是一个珠宝设计师 这个项链 是为了我们结婚纪念日而设计的 他去世之后 我就按照他的遗愿 将他的作品 拍卖 我没想到这个项链 会机缘巧合地 到顾小姐这里 那这么说的话 真的是很有缘分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还希望二位能够成全 我希望顾小姐戴着这个项链 能穿上我新设计的新品 跟我一起上台 也算是对我王岐的一种知情 我 我 艾雷克先生 我们当然十分愿意把项链借给你 但是上舞台这种事情 我觉得还是请专业的模特来做比较好 虽然 我没有上过台 怎么了 你胃又不舒服了吗 我 你要不舒服可以先回去洗洗 艾雷克先生不会怪你 艾雷克先生 非常抱歉辜负您的赏事 艾雷克先生的身体不太舒服 我先让司机送她回去 顾小姐 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你 你等等 我们的交易还没有完成了 你刚才没有看到艾雷克斯的眼神吗 他不过是希望我戴上这个项链 然后穿上他设计的婚纱站在台上 纪念他的王岐 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计划里没有这一项 你的计划 你的计划 就是利用艾雷克斯对他王岐的感情 然后拉近你们的关系 我的计划只是弹成这一次的合作 并且我不会允许任何一个 扰乱我计划的人存在 你这个人 是不是没有同理心啊 你还是不经名啊 老大跟您一样 我会结束了 再不走 你的南瓜马车就要现行吗 你这是过河拆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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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 艾雷克斯先生 这位女士的项链丢了 呃 不好意思 打扰大家一下 这位女士刚才在洗手间的时候 不慎将一串项链遗失了 如果有谁捡到的话 请交到她的手上 说不定有好心人帮我捡起来了呢 西西 你刚才上厕所太着急 放在我这儿 忘了 是这样啊 那我真的是记性不太好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一场误会 那就没事了 不好意思 艾雷克斯先生 我之后呢 一定会好好保管这个项链的 但我突然想到 和这条项链最好 配的莫过于一件 marry me的婚纱了 但我听说您的婚纱 特别难买 不知 可不可以卖给我一件 没问题 这个酒店 3303房间 明天 你有空的话 可以随时过来 太感谢你了 二位 就好好享受 这个美妙的夜晚 我就不打扰了 请你跳着舞吧 我还要走了 我再不走呢 我的南瓜车就要跑了 既然都回来了 把烂摊子收拾完了再走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擅自行动 会有很大的风险 你拿到了你想要的 我也拿到了我想要的 合作愉快了 别高兴的太子 我还能帮你 哎